小小茶攤門口全是等候的客人 排隊三四公尺長 1 2 3 4 5 6 7 看得到的至少15人 三位女店員一個收錢 兩個倒茶裝袋手都沒停過 但這時已經是晚上10點多 原本9點要關店 但客人太多 營業時間延長到所有飲料做完才收攤 南投志樂壇這間紅茶攤 不只晚上爆棚 白天重回現場 人潮也是擠到滿滿滿 看上去後衛人數就有20個以上 開門9點的時候就一直排隊排到晚上 它有一股很清淡的果香 然後然後入口有一股股色味 當然挺好喝的 很容易入口 日月潭紅茶遠近馳名 魚池鄉農會開飲料茶攤 因為味道濃郁 吸引大批顧客上門 一個月業績大約100萬 沒想到光228四天連假 營業額就超過60萬 不只紅茶賣得好 小米酒以及南投在地農產品 新一箱農會的店鋪 在廉價期間同樣也是人潮爆滿 一個月 我們的月平均的 營業額都有超過百萬 那我們廉價這四天的部分 四天我們做了60幾萬 店家說自從大選後 觀光明顯復蘇 跟著寒流拼觀光 日月潭人潮真的變多了 當地農產連帶賣得瞎瞎叫 連茶攤都能入夜爆棚 記者曾偉翔 許一文 許又翔 南投採訪報導